今天是居家隔离的第八天 因为形势严峻 我们这里被划分为了封控区 所以呢 现在我们的一些菜品采购呢 都是依靠社区跟那个保供商超取得联系 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订购清单列出来 然后发给这些那个保供单位商超 然后他们会打包好 送到这个防疫卡点 然后由社区的志愿者给我们送上门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慢性病这些药品怎么那个购买 在疫情初期这些药店还是可以开门的 但是不能销售这个感冒发热这一类的药品 但是慢性病都可以 慢性病药都可以去购买 从前天起 全市只有七家药店允许营业 这他们的联系方式政府都公布了出来 我们可以给他们直接打电话 他们建了一个微信群 你有什么需求就可以在群里面把清单列出来发给他们 他们会根据情况把这些药品打包好 还是送到卡点 然后由社区志愿者给我们送上门 自从疫情出现的第一天起 我们当天晚上就全市进行了全员的核酸检测 前五次的核酸检测过程是这样的 我们在微信小程序里边注册完以后就会生成一个个人的二维码 我们在现场做核酸检测的时候 只需要出示这个二维码以后 防疫人员登记扫码 然后我们直接摘下口罩 然后大概也就十秒钟的时间这个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第五次核酸检测是在昨天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有一位社区防疫志愿者拿着喇叭来到我们的楼洞里 专门叫我们起床下楼做核酸检测 现场人也不多 因为我们是分楼洞进行的 他们很辛苦 对他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六次的核酸检测 这个核酸检测更加方便了 和前五次不太一样 这次我们只需要拿身份证 出示身份证就可以了 然后由核酸检测人员帮我们登记 扫描登记 这样对老年人或没有智能手机的人群 可能会更友好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每天晚上当我躺下的时候 都能听到屋外 有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 然后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全城在做每天一次的 消沙 朋友洒水车上面发出的声音 从疫情出现到现在 已经八天的时间 这中间我们做了七次核酸 这让我感受到了 什么是高效 也什么是中国速度 尤其是每当我在手机上刷到 身处一线的医生护士 社区工作人员 包括志愿者 看到他们辛勤的工作场景 艰苦的工作场景 真的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没有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不可能为我们住起这铜墙铁壁 真的希望疫情早日退去 春回大地 请不吝点赞 之前将这一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